轻点 别把人间太扯断了 宝贝 我妈让你说个说话 不好意思啊老板 来晚了 赶紧去云霄宾馆 赶紧的 小云 我妈欺负我女朋友 这是你女朋友 如花似玉的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球 也罢 咱们今天呢 不去宾馆 当着你的面 玩你的女人 小云 你明明说今天晚上去找朋友的 我就是来找刘少玩的呀 刘少有权有势 我不找他 难道找你这个废物 姓刘的 我他妈宰了你 狗东西少他妈不知好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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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看 老子让你在江上活不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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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罪我 为什么 这是什么垃圾呀 看看 刘少送我的 我给他花完了所有的钱 啊 所有不但断钱一百多万呢 刘少一句话就给我买了 我上你的心里来一杯 何事百万 哈哈 又那破烂玩意儿啊 是眼瞎吧 带着你一百多万 回回你要走用头的狗窝去 这个狗大女 想死啊 老成全你 来人给我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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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啊 啊 我这样才是的 затем 总的预备的力量 好啊 你啊 啊 啊 这次晚上有点赃 你就是前老的孫子前浩 去救你和老婆 去救你和老婆董董 我是前浩 你和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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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董 小姐被以身相许 报答欣赏救命之恩 小姐本是江城第一媒人 只可惜 年两恶极 走 走 这个薛神医啊 是我花了五十万 从刘家请过来的 还是你有心 怀梦脸上长的那个脏东西 到现在都嫁不出去 丢的可是你们周家的人 我换给你女儿花钱 都没有钱买自己的项链了 先知 现在就带你去买最贵的宝石项链 就买一千万的那个 你这么乱花钱 那个老东西知道了 还不得说你啊 嗯 我爸那个老不死 她是一身的病 她能有几天的活头 到时候我把她的遗嘱骗到手 她的钱不就是咱们的钱吧 到时候你就是周家的家主吧 对呀 你谁呀 踩脏了屋子你赔得起吗 老爷 夫人 这是我请的神医 什么 请的神医 你请的 我请的神医 在楼上给张怀梦看病呢 你看看这一身穷酸药 像是什么神医吗 一定是来骗钱的吧 老爷夫人 这是周老太爷 才我请的神医呀 什么 我爸请的 花了多少钱 一百万 一百万 就这个骗子值一百万吗 你赶快把老爷给你的钱吐出来 不对 你是个骗钱的 你得赔钱 双倍赔钱 赔完钱赶快给我滚出张家 就他那个穷酸药 能赔出双倍的钱 这身上一股什么味 把屋子都惹臭了 我知道 他呀 是有监狱里的饭馊味 还有狗窝里的尿馊味 他肯定是从监狱里的狗窝里 爬出来的 我好心来救人 你们这是欺人太甚 狗东西 什么人不狗样的人都搞到周见岭 看他身上还有血呢 一定是个杀人犯 就他那个懦夫样 不可能不可能的 也对 一股怂向 狗都比他有种 狗眼看人低 立马把钱交出来滚出去 胆敢再说一个字 我立马让你死这里 你信不信 沈亿还没有收钱 你赶快把这个狗东西给我带出去 所有的房间都要消毒 免得留下一股妙色味 给我滚出去 我把薛神医请来给你治病 你在这骂我厉害什么意思 拥矣 哪有看不见往人群子里摸的 薛神医有大神通 照做就可以了 让他滚 既然不相信在下 我就告辞了 周老爷子的病 又在下不能医治 周回梦 亏老爷子平时对你这么好 你把薛神医气走了 我看谁来给老爷治病 胡闹 快给薛神医道歉 滚回房间去 你这废物 你这废物还没过 真想赖上我们周家 我是周老爷请来给周小姐治病的 李莹一起上去 就你也配 你是爷爷请来的 你还不知道吧 老爷知道你这些德行呢 怕是嫁不出去 就找了个年轻点的江湖骗子 说是给你治病 其实就是找个废物 给你接盘 那你也一起上来吧 你个臭婊子 还能够撞 那能怎么样 还不是乖乖的跟老子上来 你给我滚开 小子们在这里中心了 要不是看你身材不错 是你这种模样 倒贴老子都不玩 赶紧让老子爽够了 把不及 把你这脸给治好了 死变态 起开 一边后了 等老子玩够了 也让你跑了 畜生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那种人账 到什么场 这个畜生 这个畜生 他欺负周小姐 你算什么东西 少在这里胡说 薛神医看得上你 你就偷着乐吧 别以为自己还什么千金大小姐 女人老子要多少有 要不是看你身材不错 就你这副模样 白给老子玩老子都不玩 你们给我滚 你都给我滚 你可鬼容是下电话 你在这发什么疯 哼 每天就知道在家里闹 难怪你嫁不出去 相信我我能治好你 你是故意羞辱我的吗 放心吧 其实 我刚才看见你脸上的热度 只要我用九油针法 将你脸上的热度排出 即可就能还你美貌 九油针法 九油针法 连我师父都不会 比一个浑身是伤的垃圾 又怎么能灰呢 哎 好大的口气 也不让你们周间拿起来的大人物 赶紧施展九油针法 也让我开开眼呢 哈哈哈哈 什么大人物 你看他这一身衣裳 加在一起有没有一百个 一个下等人 在这丢人现眼罢了 我是周朗派人体 老先生不在这 也没有资格赶我走 你真是爷爷想来的神医 我相信你 只要你能去好我 我一定要旅行程度嫁给你 嘿 就算你毁容了 他也不配 我还真以为是有冲心高 原来也是随便卖丑的 你让他大针 造不上火了 保证 比他输 你们闭嘴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 这个丑八怪的样子 架不了什么豪能贵族了 就开始盗贴这个便宜货 你不是想嫁人吗 可以啊 赵三 滚见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三是我们周家的保安 我们的看门狗 让他 嫁给他 以后我们周家 就有了免费的看门狗了 这也算给我们周家出律 你 怎么 你想和赵三竞争一下 做我们周家的看门狗吗 可以呀 反正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哈哈哈哈 那我要是治好了周小姐 又该当如何 什么意思 怎么样 敢赌吗 如果你的医术 要是由你吹牛的本事 放不及他真能治好这个丑八怪 怎么着 你也想赌 赌 你拿什么赌啊 拿你这条贱命 哼 一个下等的下见户 有什么资格和咱们赌 谁说他不配 我手上有50%的周家股份 如果他治不好 就归你们 你是真想倒退这个废物啊 如果他治不好你 你手上的股份都没有了 到时候我就给你们发一个碗 让你去大街上要饭 如果他治好了呢 你的股份就归我 可以啊 如果他治好你的病 我把手里的股份都给你 还让他取了你 你呢 要是我赢了 就让我在这个薛庸医身上 好好扎几针 待会等你输了 看我怎么弄飞 我还忙 不得 musicians see you 来 真的是主流针法 是 但是主流针法 都是你姐挺来的女生 你 有什么 真的好嘞 真真的是九幽针罚 刚才我就告诉你 不要抗影开 怎么样 眼泽 想到你都纸约了吧 九幽针罚 可一白骨 也可废活人 你你别过来 放心 我会放过你这条困难 不过你这下半辈子 就慢慢被九幽针罚 折磨罚 你你 你们敢这么对我 我可是刘氏集团的人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是谁在我们周家就销 你们给我等着 快梦啊 你的脸真的好吗 嗯 都是爷爷请来的一生 小神医 你不愧是秦阳的所有人 你自豪回目 就是我们周家的大恩人 想要什么 尽管开球 什么都不需要 那你想要我吗 你还要我吗 刘氏集团 你可要为我做主吧 你去便宜的这是货色 他不如赔我玩的 刘正清你什么意思啊 你 你敢伤我薛神医 那就是不把我刘正清放在眼里去了 明明就是他先动手动脚的 前后只是为了保护我 我跟周家 可以向你劉佳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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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他更加興趣 如果今天周懷孟能嫁給他 我不僅不會追究今天的事情 你跟周家 還能拿到我劉佳的回頭去 當然可以 劉佳只要你高興 現在就可以把周懷孟帶走 憑什麼我不同意 憑什麼 就憑你是周家的人 你也該為我們周家做點勾歉了吧 只要報上劉佳這個大叔 我們還愁不能廢話騰達嗎 要嫁你自己嫁 錢號去好了我 我只會嫁給他 這個廢物 連劉上的腳趾都比不上 你是想對付我們的前程嗎 就是這樣 你嫁給我 我不嫁給他前面反對你 你敢 在這江城還沒有我不敢做的事 你敢推我 李虎大少爺 這只是周家 你不要太過分 好 我可以給你們周家進行過敏 但周懷孟 今天必須更報告 懷孟的事以後再說 來人 送車 臭老頭 敬酒不是你吃罰酒 你們周家給我等著破產吧 我們走 辛苦了郭小姐 請回吧 齊醫生 這裡是周家排隊酒店給我見 你今晚 就先在這裡休息吧 哎 郭小姐 你怎麼了郭小姐 齊醫生 我好熱 你幫我看看 哎哎 我是不是發燒了 哎使不得郭小姐 你再跟我開玩笑吧 這可是額外的家姐啊 齊醫生 嗯 我們一起進去吧 又不要躺在床上 被你檢查 郭小姐 哎你肯定是被人下藥了 正好 我幫你運功驅躲 Yes 齊醫生 我好想要 我受不了了 我們來吧 郭小姐 你冷靜一點 郭小姐 哎呀 啊 秦浩一臉情酸笑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人 懷孟啊 你可別被他給騙了 懷孟 他假青青的救你 他是另有所圖啊 你不能被他騙了 你就安心的嫁給劉少 多好啊 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自己會了解 你帶我來酒店幹什麼 我帶你來桌監呢 齊浩和郭路 剛從我們家出來 就來開房了 我看他真是活膩了 我看他真是活膩了 好 連門都沒關 我看他們倆怎麼躲 乖孟你快看看 看清這個廢物的嘴臉 他想強奸過路 不不不你 我自己幹什麼 你根本就不能嫁給他 就是我 本來是你們搞的鬼 我問你們看看 這真的是我們妹還想繼續搞 就是我 這就是個用意 你還看著他過來嗎 我相信他 真虧你們做得出來啊 給郭路和鄭 這還不是為了你嗎 你要乖乖的嫁給劉少 我們何必費這麼大劍演這一出啊 就是人家劉家是大家族 我們已經和劉大少簽了合同 過幾天劉家有宴會 你去了之後就不要回來了 你去了之後就不要回來了 我們去 這事由不得你 你是周家的人 你要讓我們周家破產嗎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胡說八道些什麼 不經過我的動作 你們倆憑什麼替他做決定 我告訴你 白夢是我是好 按照約定他就是我未來的老婆 怎麼著 你們周家想翻臉不認嗎 你這個憂慌 你不過是瞎貓碰見死耗子 碰巧罢了 還真想賴上我們人家 簡直是白人做夢 哼他這種我見的多了 不就是為了幾個錢嗎 這是一張銀行卡 一百萬 你拿上他 立馬滾出江城 我永遠不想見到你 爸 想要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怎麼能這樣對他 一百萬 那個是誰 還沒找到你 也聽到你 怎麼會這樣 這麼說 像個赫 most 你也是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你這麼討論 小姐姐姐 你去那是看得起你 你别不是好歹 你们怎么还说那件事 秦神仪呢 老爷 你还提那个穷鬼干嘛 快劝劝怀梦 去留家吧 放屎 放屎 我周天林说一不二 答应我的事 绝不更改 老爷 那个穷鬼有什么好 刘绍可就不一样啊 我们要是抱上刘家这棵大树 还愁周家 不能飞黄腾达吗 对嘛 姓秦的小子就是会点 医术的皮毛又撞上了好运 怀梦嫁给他有什么用啊 刘绍你行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这么想信 迟早要害死我们周呀 爸已经来不及了 我和刘家大少的合同已经签了 怀梦要是不参加刘家家业的话 我们周家就等着破产吧 你 是 你 爸爸的后遇上又犯了 钱家老爷爷又不在了 这不正好 免得这老东西爱手爱脚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爷爷要不是因为我们周家 干嘛就不会操劳成这样 算了吧 我平时多买几件首饰 他都说三道四的 我恨不得他早点死 好了好了好了 扶爷爷回房间 我和仙芝还有事情要忙 爷爷你放心 我去把天昊找来 他一定要能治好您的 徐琳琳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被戴了绿帽子 不敢支撑那罐能飞一样 哈哈 常怪你女朋友要自己出去找男人 就跟着你这样的 肯定是经常会不宝啊 你说是不是啊 他用说一次能两分钟都不错了 你看他都不敢跟我们说话 你看就是得说重 他不光那里 他从你被喂都是熊逼 放不了身的 也跟了你那么牛 那都是最习你 你女人被刘大少干 是你的荣幸 是啊 哈哈哈哈 告诉你我是像的 老子不搭理了 你还蹬鼻子上脸是吧 干什么快放开我 秦浩你快放开他 你来干什么 我家出事了 你快跟我去一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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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票儿 我就要儿子 一个儿子 他要是 我可怎么办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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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伤成这样 哪个不长眼的胆啊 还不是他住生的 几个宫友吗 快快 李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好 哎之前都是我不好 上次是我鬼迷心窍了 秦浩你能原谅我吗 秦浩啊 云云呢 以前一直对你很好 上次那个婶啊 就原谅她吧 咱们还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是不是得互相帮衬啊 闹了半天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好啊 既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我能做的呢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药儿吗 她身体一直不好 前几天哪 突然晕倒进了医院 医生说 必须骨髓移植 你能不能把你的骨髓 给我们药儿 我就药儿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是死了 我该怎么办呢 秦浩 只要你能答应我 我现在立刻和你去领证 你怎么有脸跟我说这种话 你绿着我跟我领证 叫老众 好啊秦浩 你现在脾气硬了 你敢和我顶嘴了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你们刚才说那么一堆 无非就是想 让我当王药的 paper 蛇 我说话话说 别做梦 他不培 好啦 哼 要你的骨髓 是瞧得起你 你呀 别给脸不要脸 秦浩 我求求你了 你就救救我弟弟吧 你想都别想 我呀 我就说这个废物不行 你们偏信他 你呀 还不如去找刘少 看刘少认不认识什么人 我知道 你们把我骗过来 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弟弟遮骨 等我死了 你好跟那个姓刘的混在一起 对不对 对 你太对了 我就是去找刘少 跟你在一起就跟守护寡一样 一到观点时候就歇态 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不行 不怪我们云哪 去找刘少 好 都给我等着 老娘怕你 当初要不是看你好骗 老娘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你干嘛呢 我说现在怎么这么硬气呢 原来是棒上了周家大小姐 吃上了周家的软饭呢 挺好 爷爷晕倒了 你帮我救救他 不行 你今天不答应把骨髓给要饵 你就不许走 好啊 你们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给刘少打电话 收拾你们这儿的狗男女 这爷爷怎么又病重了 还不是我爸惹爷爷生气 他一着急就晕倒了 我求求你先好 你求求他 我什么都答应你 别着急 我一定会救爷爷的 不过今天 我要回车队处理一下离职手续的事 而且今天一定要办吧 他半个小时他们就下班了 对 那我陪你去 这不是自己的女人让我玩的都不敢吱声的废物 怎么还有脸来车队啊 赶紧起开 我等到 你骂谁是狗 谁回我 骂谁 好你个情号 你还敢见个嘴 你们两个 给他这颜色瞄瞄 我管 两个废 要你们有什么用 你干什么 摸一下 好你个情号 你好大的胆子 就不怕我废了你 你有命出去再说吧 周回梦 还不管管他 要么不让你周家破产 你好 没事 我就是好 你先放过你 你给我等着 赶紧办案手续 咱们去救爷爷吧 怪梦的丫头跑哪去了 半天都没回来 亏老爷子平时最疼他 大人 我把情号带来了 他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就想骗咱们周家的钱 回梦 你怎么还相信他 回梦 相信我 十五分钟 我就能让你爷爷醒过来 你要是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十五分钟 你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老爷子的病症吗 就在这吹牛 我不知道 难道你知道吗 难道你知道吗 你要真的知道 就不该给爷爷乱喂药 我不知道 也比你在这吹牛强 你们都给我闭嘴 好啊 你们说我是骗子是吧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看看我十五分钟 到底能不能让爷爷醒过来 打赌 老爷子身体尊贵 是用来跟你打赌的吗 槐梦你快让他滚出去 晴昊 我相信你 快帮我救救爷爷 我一定会救你 我一定会救你 我怎么想 你我先打赌 这是我的 爹爹果然想了 回家知道相信您肯定没错 什么没错 可只不过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罢了 反正罢的病不好了 不要再说了 喂 什么 留上项目取消 什么 我说了怀孟怎么回事 是刘正清 是刘正清那个混蛋要欺负怀孟 不过叫醒他一顿 是来报告我 你简直是胡闹我 怀孟你不是不知道 咱们周家的产业 是刘家的项目才挣了钱 现在你把刘少得罪了 项目取消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跟刘家合作 本来就出力多盈利少 现在项目取消了 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 没错 而且我还能帮忙研制新药 我们根本不用依附任何人 你少在的说风凉话 我们把所有的钱 都投到这个项目里 留下撤资了 我们周家就要破产了 我不会让咱们周家破产的 我知道帝都林家 有计划的江城桌项目 今晚林家宴会 以我们周家的实力 可以和林家合作 哼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林家室帝都豪门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 是在国际大酒店来举办宴会 国际大酒店是什么地方 你没有邀请函 怎么可能进得去 你没有邀请函 还不简单吗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我可以给你 想要邀请函 还不简单吗 我早就给你 刘大少 您怎么来了 听说您把咱们家的项目取消了 这是 但是 项目就是我取消了 只要小美人同了我 我父亲会重新投资项目 这两个小小孩 也可以赏了你们周家 还有在林家宴会上 我还可以介绍 第一个人家 对 这是真的 当然 只要让你女儿陪我睡一觉 我就知道 我舒服了 那周家 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这回梦 刘大少可是给你机会了 只要你把刘大少伺候好 也算救了我们周家 他有威婚夫 你是个什么东西 刘大少能救周氏集团 你就是个废物 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爸 他刚救了爷爷 我 我 那个老东西还没死 那正好 让他出来捉个主 你 就跟了我 出言不逊 你找打 你敢 你管开 你就是个屎废物 你敢得利刘大少 胡闹 是谁在这种欺负我的救命人 爸 他就是个废物啊 他当我们刘少和怀梦的好事人 人心和怀梦有什么好事人 你少把怀梦 我火坑里推 秦浩是我派人找来的 他就是我的书去 老东西 敬酒不吃吃罚酒 没有我刘正清 你们连林家够都够不到 我让你吃不了兜这种 你给我挡着 帝都林家可是林红生 没错 谁说费的邀请函 才能出席林家的家业 你个吃软饭的废物 你什么意思 哼 他什么意思 他想在刘大少面前装枪做事 这可废物 比不过刘大少 不丢人 我装枪做事呢 只要有这张黑卡 就能自由出入林家 你小事不想额钱 要多少你说 赶紧滚 想赶钱还这么有 行要我滚是吧 以后别缠着我们林家 林山 向小伙子道歉 是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 倒是这位先生 您倒要去医院看看 胆肝煮咒我爸 林三灭了 你还不知好胆 你还不知好胆 那你就别怪我们林家 对你不客气 你在狗叫什么 刚才是我说错了 这位老先生的病 恐怕送到医院就没救了 早打 林山 退下 小伙子 你怎么看出我的病症 多则一个小时 少则三分钟 你必倒下 老板身体一直好好的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你想干什么 赶快滚开 不想他有事就赶紧滚开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你对我爸做什么 好你个神棍 竟然敢害我爸 等着被林家堕了未搞 爸 满旗 不得无礼 向恩公认错 此金卡乃我林氏集团 最珍贵的VIP 配全国无限量小朋友 并且能出了我们林氏集团 任何潮复 不必了先生 刚才您的女儿出手阻拦 使您病未痊愈 爸 他刚刚明天在你身上 是乱扎的呀 住口 这里奉上我林氏集团黑金卡 请恩公收下 救我性命 此金卡乃我林氏集团 最珍贵的VIP 可以全国无限量消费 并且能出了我们林氏集团 任何场所 真是便宜 满旗 满旗 跪下 双手 奉上 请恩公收下 多谢恩公赏脸 我在林家 随时恭候您的大驾 爸 这个人真有这么厉害吗 刚才呀 就是他 爸爸 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你说他 厉害不厉害 今后啊 见了他 记住 一定要 多说好话 就这么一张破卡 能去林家的宴会 你们真以为林家的宴会 是菜市场吗 那你别闹了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现在只有刘少手里面 有邀请函 好好的把刘少邀请函拿来 这才是真正的办法 还在那装清高 周怀梦 看到了没有 还是你的后妈 看得更透彻一点 还不赶紧滚过来伺候我 别等到你们周家 真正破产的那一天 到时候跪下来上老子的床 你再顺候 你还来劲呢 刘大少 我声讯让你滚 你没听到吗 老东西 我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给我等着 你们呢 你们把刘少气走了 还不快说上去道歉 刘正清那个人渣 他不配 刘正清可是我们周氏集团的靠山 你得罪了他 就是害了我们周氏集团 走 你放开他 你滚开 小梦有了未婚夫 不用再去讨好刘正清 他治好了我的脸 也治好了爷爷 就算爷爷不说 我也会嫁给他 不管你的黑卡管不管用 人家是我们周家的希望 人家杨慧 我一定要去 就这张破卡 怎么可能管用 到时候进不去 那才是真丢人呢 老姐 我还是赔成 这满身破烂破的东西 大街上到处都是 现在去好好把刘少捧回来 这才是正经的 住嘴 我生气起药 我们手持有刘少的邀请函 现在捧回还来得及 刘正清就是个吃喝少煮人家 我们绝对不会去陪他 胡闹 你把他领来我们周家连面亏损 就是让我们周家难看 你嫁给刘大少吃香的喝辣了 做刘氏集团的少奶奶 一世有想不见的荣华富贵 你真是不懂事 总比嫁给这个富有强多了吧 说白了 你们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 陪那个人渣 这不是秦浩吗 一个吓的人 竟然也能来这种地方 哦 我知道了 上次在我家勾搭上周家大小姐 就可以不给我们家开车 来当软饭男了是不是 这个贱货原来就是一个吓人臭司机 那你还在这里猖慌什么 对呀 一个废物司机 王云是他的前女友 我就是当了你的面子 上了这个女人的 难怪一股情酸味 一个臭司机 怎么会有什么神的医术啊 我怀疑呀 你治好人就是碰了狗屎运 说不定是人家歇神医的功劳 你们别乱猜明明就是陈浩 他以前是司机 但他现在是我的男人 小婊子 装个什么轻高 在大街上随便拉个废物司机 就能上了 当初我哥看上你的时候 我不好下手 但你拒绝我哥选择这个废物 与其便宜这个废物 不如好好进去不是我 卢生 你看他那苦瓜脸 在床上肯定就要跟死人一样 你懂什么 他这种看起来清晨的 太承烫的事情 叫他进去 他这种看起来清晨的 别人说 嗯 谈紧的跟我去房间 让我睡觉 我叫 你打开 我看 谈起来しゃ吓秀 我看你就是个狗属 实在不行 在我做的时候 让个滋味观战 他最喜欢自己被绿了 原来是别人要的废物 正是给我们正确定了 让他这个废物坏 废物吃不了软饭了 这笔狗 你吓唬谁呢 你敢打伙是你柿子 眼神过来都不敢打 怪不得头顶一直是绿的 你们别欺人猜猜 欺负他 猜猜掉家 弄死他不过只是一句话的 你弄死他吗 你不信刘少能弄死这个废物 有什么不相信的 不过一个字废物吧 你再说 弄吃软饭的废物 我还想丢人呐 今天玩你的女人 让你吃不了软饭了 这塔里 你送你自己买饭 只要你从库房转过来 我还想丢人呐 我赏你了 你后悔啊 后悔 我看你不断自当才后悔吧 你开一辈子车 或者吃一辈子软饭 都不能挡够一百万 还不是趁早端了 拿着银行卡滚回老家 娶个乡下媳妇 省着整天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哈哈 我还以为有多大 废物就是废物 出案的时候 我去的吧 你眼睛知道老鼻子 哈哈 缩头乌龟 您明明是这绿毛龟吗 还好意思 你敢打刘尚 你死定了 滚出去 谁 你立刻 别想要 这个 你说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这个 你 那 我 酸吧 别在门口丢人现眼 刘志你别欺人太胜 小婊子 你心疼了 滚去你的酒会 当好我得交几话 别为了这个废物 害了周家 什么 周家危急 自然会是出手解决 一个吃暖饭的废物 我能不知道你几斤几两 你要是能解决 猪都能上树 来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了 国际酒店 再用上五分钟 就会过后给怀梦 你的意思是国际酒店是你了 都知道你是废物 不用吹这样的牛皮 你不用说那么厉害 咱们等人家人来了再跟他们说 越说越像 知道国际酒店是谁的产业吗 是林家在江省的产业 你一个废物 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 还敢说大话 我看看是谁这么大的口气 这国际酒店 连我刘家都不敢能保证买下来 我看看是谁这么大口气 能买下这国际酒店 哥 拆了 那就跟我走吧 包厢里的陈少和张少 可都等着你呢 哥 带我一个 我也想尝尝这个女人的滋味 好 就带你一个 今天保证让你舒服到极致 说不定我一开心了 玩腻了 可以让你来接盘 哈哈哈哈 放手 不要忘了 这可是老子的地盘 滚 可惜了这么好的白蓝 哎 不要冲动 你柔弃他们 周怀梦你赶紧的 刘少看得上 那是你的福气 赶快进去伺候留上 看到没有 废物生气了哈哈哈哈 好啊 把他给我扔出去 住手 从今天开始 这个资产十亿的国际网友店 就是你的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咱家的破卡车司机 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不可能不可能 是谁买的这个主店 送给这个贱人的 是秦先生 刷卡 真以为随随便便拿张卡 就能刷十个亿吗 怎么样 你敢赌吗 你也配吗 滚 不敢就算 刷卡 好的 不要 你就是 生日子 你想赌吗 你生日是 这下瓶子 你生日子 比我安静 但是如果不成功 你生日子 我说不算 你生日子 当这边 我说不算 你生日子 我叫你生日子 你真是你 想幹什麼都有你說了算 怎麼樣 該過去就叫爸爸 你跟了他這麼早時間都沒摸清他的底細 棍 哥他之前就是咱家的破卡車司機 絕對不能有這麼多錢 這真是假的 還夢 這家酒店今天開始就是你的了 這林家的家業就算是你承辦 好吧 進去 等一下 我要真以為你隨隨便便拿張卡就能糊弄得掉 他剛才刷的這張卡到底是什麼來頭 那是張黑金卡 只有林氏集團的至尊VIP才能擁有 這位秦先生來頭不小 我勸你們不要亂來 林氏的至尊VIP 都被我們眼著 沒有看出來呀 狗東西你瞎了眼的吧 他之前還是我的一個破司機人 怎麼可能短短幾天的時間 就擁有了林氏集團的至尊VIP 我看他那張卡八成就是撿的吧 一個破司 平時連肉都捨不得吃 撿了張卡還在這裡吊銷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就是盜刷林氏集團的黑金卡 盜刷十個億 一會兒等著林氏集團的人來了 就等死吧 還有你們 還有你們周警 就因為這個小子 得罪了林洪生 等著再江城 消失吧你們 你怎麼沒有這張卡呢 因為我救過林洪生的命 這十個億 頂多算他報答我的救命之恩吧 林老爺在什麼時候用你這個廢物來救 我看你啊 就是盜刷林氏集團的黑金卡 盜刷 我看你就是不想回學校爸爸 還敢在這裡拱吠 某人黑金卡還敢救救 林家來了 你就等死吧 本想是掉到了一個金龜絮 沒想到是個喪門星 你得罪了林家 讓我們周警怎麼辦 剛才我說過 林洪生今天晚上未必會來 哈哈 你真的是越裝越像了 看來不見棺材 你真的是不落淚 我剛得到林氏的消息 十分鐘之後 他們就會到達這裡 這個廢物害得你們周家得罪了林氏集團 如果周家不曉得江城消失的話 還不趕緊跟我進去 說不定啊 我能在林氏集團面前 你們多多美人進去 我看你還是趕緊跪下 乖乖客座的錯 來不趕快進去伺候留上 就是陪我哥來好好玩一會 周懷夢 你的家人都想把你送上老子的床 你生下來就是注定要賠稅的餅子 你先走吧 我在這兒等你們家人 廢物就是廢物 剛才拿的金卡那麼的囂張 現在林氏集團的人要來了 怎麼 要躲在女人的後面跑跑了嗎 你看我說我 連風聲今天晚上餵一餵 就算 也要敬我三分 臭四季 死到臨頭了還醉硬 怕不是剛才那酒灌進腦子裡 讓你醉了吧 你別鬥了 再裝下去你真的會沒命的 趕緊走吧 一條賤命而已 倒是你 還不趕緊進去 陪我們兄弟玩玩 讓我們帶你爽上天吧 你要不想死 現在就給我滾出去 寶安 把這個不省眼的東西給我打出去 誰敢在這裡鬧事 寶安把這個不省眼的東西給我打出去 誰敢在這裡鬧事 林小姐 剛才就是這個廢物在這裡裝逼 我正讓寶安把它打出去呢 你算什麼東西 我們林家的事情也是你配出手的 可是就是這個廢物 剛剛倒霜了你們臨時集合十個億啊 這一巴掌是打你有眼無睛 秦先生是我們家的恩人 七七十億算得了什麼 只要他高興 整個江城的產業我都可以 林小姐你沒搞錯吧 這個廢物就是個破司機啊 滾 我們林家的恩人也是你可以侮辱的 就憑這幾句話 我就可以讓你們從江城消失 我錯了 你們得罪的可是秦先生 秦先生我錯了 我勾眼看人爹 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我去死奔了 怎麼樣 還記得我們就先去確定嗎 我錯了我也錯了 我也不敢勾眼看人爹 出去 不是說這個廢物只是個臭死的 怎麼跟林家城的關係 現在就去查 今天 讓這個死廢物出盡了風頭 這口氣我肯定是漾不漾去 哎好女婿 以後啊 你就是我們周界的好女婿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說過 我一定會幫你周界 過吧 秦先生 請您跟我怎麼談 剛才幸虧林小姐你及時趕到 秦先生這算要有什麼 你是我們家的大人人 林小姐把我帶到這 應該是為了你爸的病的 我爸的病情反復 你上去看一眼你就知道了 好吧 走 你還知道回來呀 你知道爸的病情一秒鐘都耽誤不起嗎 你不是去請神醫了嗎人呢 秦先生 神醫我爸就在床上你去看一下 就他 神醫 別鬧了 這廢物年紀還沒有我搭過 林小姐你給我放尊重一點 秦先生醫的能力是我們見證過的 要不是他爸早就躺下了 別鬥了 這廢物要是會看病 爸的病情至於到現在還沒有好轉 才學了一點皮毛還真當自己是神醫了 我奉勸你一句 自己不懂的東西 閉嘴看著 閃貝 當我致病救人 當不起這個歌 你什麼意思 爸要是出了什麼問題 你別再想我 問題啊 李宗憲到了 再多說一句話就不是你爸那樣的問題了 你什麼意思 爸又是出了什麼問題 你別再想回公司了 林總製你給我讓開 秦先生醫你就儘管去治人 說了什麼事情我擔心 林小姐 林老爺他邁向紋亂氣穴逆流 如果我再不時針診治 怕有性命之為 詛咒不怕有問題嗎 林總製你到了 再多說一句話就不是你爸那樣的問題了 你敢打我 好我林曼琪 這地方老子還不呆了呢 要是沒把爸救回來 你就等著滾出林家吧 秦深醫 我相信你您開始吧 你還不必骨� 壯你沒事吧 爸 林小姐 林老爺他已經氣血通暢 暫時擺脫了危險只不過 清神醫只要你能救好我爸 你要我做什麼都行 其實想要林老爺痊癒 現在還缺一味藥材 我現在叫人去買 其實缺的這味藥材 是千年靈芝 而整個江城也只有一株 這株藥材在哪 地家拍賣好 就在金門 地家拍賣會 就在金門 地家拍賣會 沒錯 今天晚上的鴨獸拍品 施育出千年靈芝 只要能拿到這味藥材 我能保證林老爺的病 馬上去 這是我們林家的玉牌 加上上回給你的黑金卡 你可以成功在地家拍賣會 拿到靈芝 放心吧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真的是什麼人都會來地家 那我地不湊熱的 穿得跟仇藥伴似 秦先生你好 請跟我這邊來 憑什麼這樣窮鬼能進 而我要在這裡排隊 秦先生是我們地家拍賣行的 高級會員 當然可以享受VIP服 對他這個窮箱樣 你是你的VIP會員 秦先生是我們江城銀行的 黑金會員 當然享受我們拍賣行的 VIP待遇 就他 黑金會員 秦先生 禮物我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請跟我來 可以啊老李 什麼 我先掛 你這種沈桂雲也敢來這裡 這條項鍊 我林中天直接買下了 我說好 我先掛了 別動了 你這種到處坑蒙拐騙的騙子 別敢來這裡 你們地家拍賣行 現在什麼人都能放進來嗎 這種沈桂雲衣 也配合我們坐在一起 林桑秦先生是我們拍賣行的高級會員 當然可以跟大家一起進行拍賣了 高級會員 就他 我林中天也只不過是地家拍賣行的普通會員 他這個窮鬼 請先讓到高級會員 是由林大小姐專門安排的 請好 請問雜錢要告訴我 各位 這是一條世間還有的香料 全江城琴池一條 北極之星 起拍價50萬 我出一百萬 一百萬 你百萬 你交完价敷的机枪 看好了 这是江城银行的金口 最高额度八百万 这条项链 我林中天直接买下了 这条项链 我林中天直接买下了 小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这张卡的钱 够你赚一辈子了 叫价高于八百万 项链让给你 我出一千万 还有比一千万更高的吗 他这种穷鬼怎么可能有一千万 各位 这是一株罕见的千年天三灵子 死者能大股元气 延年益寿 起拍价五千万一百万起跳 我出一 午夜 林大少 这件牌品 你真的没必要共产生 现在才知道害怕 晚了 你知道这件牌品是拿来干什么呀 我不需要知道 我就是要跟你争 就是要抢走你的一切 十个亿 前年天山灵芝 有林家大少 十亿拍得 林中天你疯了 林之兄来给爸治病用的 林中天你疯了 林之兄来给爸治病用的 你说什么给爸治病的 这是我让秦深一给爸买的救命的药材 你现在来担任你抬价 最后所有亏还不是我们离家来吃 我告诉你 你这个废物 你却敢耍我 林大少 我提醒过你很多次 可你就是我的 我 你你还用这些话 这是一战 我可不会入林家的账户里 你自己解决吧 秦深一 既然药材已经拿到了我们走 啊 李小姐 按我开的药 再服用一个疗程 连老爷的病就能痊愈 这一次多亏了这出千年龄痴吧 这次如果没有您的出手 我爸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先生一起留步 你放开 你们周下的人进来 都不敢 在这知道吗 秦先生请留步 听说秦先生和周家有来往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代表林家给周家签上巨额合同 那就感谢林小姐了 啊 刘正清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看看我这个未来老婆 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这与是我的办公室 我可以叫人把你轰出去 你当真要这个态度对我 真不怕你着急和惨吗 我还有很多事要忙 刘少请回吧 周大小姐 别着急赶我走啊 我今天来可是送你来的 看到了吗 整个江城只有我这一条北极之心项链 我呀可是花了大价钱买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东西吗 只要你跟了我 以后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这样子让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呢 我不客气 我不客气 你们周家的人进来都不敢在这 知道吗 你放开我 放开他 周怀孟 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种记嘴硬 又没担当的男人 哎 哎孟你没事吧 哎 我当时谁这么嚣张 原来是你这个只靠女人的废物啊 我他妈警告你 你再敢对他动手动脚 他妈废 你那把我怎么样 想让我留下破产 还是想动手打人 哈哈 太可笑了吧 你不用在意他的话 他不敢对咱们怎么样呢 说到底你不也是要靠女人吗 你知道我送给怀孟这条项链 多少钱 五百万 一辈子都买不起知道吗 不管你那破项链多少钱 反正我是不会收的 刘大少 拿条假项链送人 还打这么张扬的炫耀 假的 你以为我是你这种只会卖假货的废物 我刘家一天赚的钱都够砸死你的了 知道吗 前昊你别乱说 怀孟 他的那条项链 就是假的 说到底 我还只是靠女人吗 周怀孟 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种既嘴硬 又没担当的男人 早说嘛 这种人我见的多了 如果我的这条项链是假 直接跪下来滚你较低 如果我的这条项链是假 直接跪下来滚你较低 这个呢 全江城的北极之星只有一条 哈哈哈哈 原来刚刚说了那么久 真正的假货在你这儿啊 解昊 你不用为了帮我拿假货来这儿呢 那 这条北极之星就是这 真的 像你这种穷鬼怎么买得起北极之星项链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我开心了 也可以赏你几个 这个是递家拍卖行的拍卖证书 这条是唯一的证品 你这个找个行家厌一历 是真是假 一厌真是 不可能 你的证书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会有一千万吃买北极之星 递家拍卖行的所有资料 在网上都有公布 你要是有怀疑的话 一查便知 现在整个江城乃至整个华夏 只有这条是真的 白茂 我把这条北极之星送 另外 还有更大的定习 江城林家 这不是林三哥吗 怎么会来周时集到这样的地方 哎呀林老人啊 要过来送活动 我都着急 自己这儿没办完呢 您这样三哥 合同的事您交给我 希望以后您在林老爷子面前多多替我美言几句 多关照关照我们的生意 行 still MOD 置上 去 家里 要 达 走吧 对 當然 私 算 夢你這個吃裡排外的東西 你是要害死我們周家嗎 爸你還有兩個我叫爸 我們周家因為你都快完了 爸 周家不會亡 我已經找到新的項目了 你的事情啊我已經查清楚了 不就是救了林老爺子一命 林老爺子一命 劉尚 您怎麼來了 你要的合同我給您弄來了 算是剩下的一份小禮 這這真是林家的合同嗎 不就是林家的合同嗎 我也能弄 還敢在這裡說大話 你的事情我已經查清楚了 我就是救了林老爺子一命 要不然人家會對你好 但是你別忘了 在宴會上 林家已經給了你十個億 人情已經還完了 怎麼可能還拿得出來合同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你這個廢物 有什麼偷天的本事 能拍上林家這份告知 現在人情已經還完了 你還是個廢物 喂 好我知道了 我現在就過去 我現在有點事合同就在這 想要簽 晚上到我的窮房來找我 做夢 合同就在這 簽不簽 自己考慮 哈哈哈哈 周懷夢 你們倆搞不定這份合同 別耽誤我們來搞定嗎 懷夢的事就是我的事 是你一個外人 少在這裡多管閒事 七號 這是我們周家的家事 沒有外人插水 快滾出去 滾 你先出去吧 我是你的人最有分寸 好吧 有什麼事隨時給我打電話 劉大少說的 你先去找劉大少 拿回項目 真是太好了 劉大少肯幫忙 這謝天謝地啊 像人家劉大少這樣的人啊 咱們就得跟好關係 關鍵時候是能用得善 不知道合同有關 咱們周家的未來 但是劉正清一看就不懷好業 你們這不是把我往火坑裡推嗎 哎 今晚呢 我陪你去 他要是真想圖謀不軌的話 咱們也好有個照應 你還猶豫什麼 這麼好的周家項目 要是做不成的話 爺爺到時候被你氣得一命烏辱 我看你後不後悔 哎 這就對了嘛 人家劉少啊 可是真心喜歡你的 你去了 如果把合同拿下來 這是最好的 即使拿不下來 也是給咱們周家做貢獻 你說對不對 我這就給劉大少打電話 喂 劉少 真是謝謝您呢 把我們周家合同的事 這麼當回事 謝謝您 都是小事 讓他去問我 哎 好好 沒問題 我今晚呢 一定帶著懷夢 讓他打扮得飄飄亮亮的 去見你 哎 好 好 今晚見 那你不需要去酒吧 去餐廳請來吃頓飯不行嗎 哎 懷夢啊 你猜是裝什麼糊塗 那酒吧是人家劉大少新開的 我們去湊個熱鬧 住住場 怎麼了 看路呀 對我動手動腳 我立刻就走 別給臉 不要臉 你和秦浩那點破事 別以為我不知道 人家劉少不介意你是個二手貨 你就知辭吧 好了好了 都別說了 今天晚上去著再說 如果你拿不回來合同 就別進周家大門 劉少久等吧 我一望你來了 來 快坐到我的身邊來 怎麼回事 劉少 懷夢可能是有點緊張了 你不過 我不想問一下 你不想拿大意思 別他媽壞了老子的性子 我問我去也來 伺候好留少 我先回去了 你放尊重點 放尊重點 哈哈 來到來到這了 還在這装神情啊 你啊非要這樣我不奉陪了 你啊 你幹什麼 幹什麼 當然是站在男女之間還幹的事 油車 看你這是真是越來越喜歡 你放開我 求求你你放我 放了你 放了你肯定是不可能了啊 臭表的 我告訴你一個電話我讓你周家破產 我今天不在這上了你我他媽就不信流 你混蛋 我告訴你我今天不在這上了你我他媽就不信流 你放開我 你不要過了你 趙白胖你真是給臉不要臉你 我告訴你你周家要是破產了你他媽可別怪我 你怎麼會好我的這個 劉少 回夢啊 你要伺候好劉少 我們周家可不能破產了 你就能為了何度 忍一忍 怎麼不是回去了嗎 怎麼又這麼回來了 劉少啊 這種事啊 急不得的 得慢慢來 我送去 回夢啊 你看 老爺子打拼了半輩子才有今天的家業 我告訴你 周家可不能破產的 就當時為了周家 好好陪我們劉大少喝一杯 這孩子怎麼這麼不聽話 你不要把你爸氣死才開心嗎 告訴你周回夢 如果今天這杯酒你不喝了 就別想離開這裡 劉少 你看這樣好不好 我勸回夢把這杯酒喝了 你就放過我們周家和懷夢 那我就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計較 如果你喝了這杯酒我就放了 但是如果你連這杯 那就不是給我留假面子 我也就不必要再對你們周家客氣 回夢啊 你就看在周家養了你這麼多年的份上 把這杯酒喝了吧 來 這才醉吧 好了 你可以走 不要再醉了 好的劉少 您慢慢享用 不是說喝完這杯我就能走了嗎 我說什麼 在這我說了算嗎 這你得問問劉少 劉少 我可以走了嗎 走 你覺得你今天晚上走得出這裡嗎 我沒什麼好熱 你在酒裡下藥 我和你生活了這麼多年 你居然在酒裡下藥 周懷夢你少跟我扯那些有的沒的 今晚你在這好好服侍好路上 聽到了沒有 沒有上了 那您慢慢享用 我先走吧 你放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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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劍 你死 瞅瞅走 你別過來 你救我 你還敢 你還敢幫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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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敢幫救命啊 啊 啊 他媽是狗嗎 我告訴你 今天我要不把你睡了 我從來就不救個男人 劉整齊你把湊熱卷嗎 老挺起 這次劍王老子來了我也不怕啊 啊 誰救了 你把湊熱卷嗎 啊 啊 啊 就算你救破湖也不會有人來救你的 老婆 連我的女人也可 哈哈 哈 哎 哎呀 氣口你知道我背後是誰嗎 不知道 他媽也不想知道 我就是要告訴你我的女人 是誰都能碰她 呀 啊 我帶你回家 你 你們怎麼回來了 又是你這個喪文星 你真想把我們仗下孩子才甘心嗎 你真想把我們仗下孩子才甘心嗎 你还好意思说他 你不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什么 爸 我可扔你亲闺女 你就让他这样召见我 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周家好 为了周家好 你就可以把我当成李平阳送人 你丫头还敢给我抵嘴 这么恶毒的你 你非要逼死怀孟你才满意吗 我逼他 我让他嫁给刘少 都是为了他好 他嫁给刘少 最起码一辈子不愁吃喝 跟你这个废物强多呢 没有我好 你真好一车出口 大友你看看你女儿 根本就不得我那两口用心 怀孟 阿姨都是为了你好 快给阿姨道个歉吧 想的美他也就是骗下您 古上不过快进 喂刘少周怀孟好大的胆子 欠仰她的肩负大 你们周家就等着破坛吧 不是这样的刘少喂 哼好了 完了 这回我们周家彻底完了 周怀孟 都是你干的好事 把刘少得罪了 合同取消了怎么办 慌什么 人家的合同是我拿回来 跟他什么关系 合同是你拿的 秦浩对不起 没关系 都怪了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跟林氏的老板是朋友 听说你们在找项目 我当然会把项目给你 你跟林小姐是朋友 像林小姐那样的人物 你连一个脚趾都够不到 还就是跟我说大话 秦浩你不用为了帮我解围 而撒谎的 我没撒谎 我说的都是真的 林小姐要是你的朋友 母猪都能上树 秦浩 我原来欣赏你这么年轻 有高超的医生 没想到你就拿这种事来骗人 行你们都不信是吧好 喂 林小姐 能麻烦您一会来一趟粥相吗 对 帮我一点小忙 好 我等你 秦浩啊秦浩 你这状态 不到横店去当演员都可惜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才叫我玩这套 秦浩 我都没想到你连一个靠谱的理由 都不愿意变 白猫 你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跟林小姐真的是朋友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秦浩 我们周家要玩了 没有时间陪你玩 自从你来到我们周家 没有一件好事发生过 你快走吧 到底要我怎么说你咱们去 我说的都是真的 快滚 秦浩 我秦浩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堪吗 好 那你告诉我 那你到底还喜欢我什么 秦浩我喜欢诚实的人 你最近为什么越来越爱撒谎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到底我怎么说你们才能信 快滚 林小姐不是说就在附近吗 他怎么还没来 我怎么会知道 可能来的路上会堵车 但他真是我朋友我没有骗你 秦浩啊 你这么一直 透着脸皮赖在我们周家不走 你是有什么目的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你伤害周家 赶快滚出去 呦这么热闹吗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这不是林小姐吗 您怎么来了 林小姐 刘少有没有和您说点什么呀 刘少是谁呀 这一次我是为了我的朋友 秦浩过来的 您这认识谁小子 怎么不行吗 行行行行 林大小姐的大驾光临 有失远营啊 来林小姐 林小姐快坐 别拘谨 哎呀 说不定啊 上辈子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这次和周家合作 多亏了秦先生的举荐 啊是 是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就没跑一百万 来金罕案酒吧书人 不然你冬天这小子就没了 怎么了林小姐 爸好了 我得去书人 别着急 我跟你一起去 好 真是飞标 给我滚出来 前昊我爹还在他们手里呢 不要太相认 没关系 他们没拿到钱 我会伤害你 哪来的小别生 敢跟你飙爷这么说话 我听见了 这里是一百万 赶紧把盆盆放了 得 老子就喜欢你这么爽一点 怎么意思 一手拿钱 一手教人 钱给你 赶紧放人 不行 人现在还还不了你 为什么 两字 不够 这小子 撞了我的车 还吓了我一跳 他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为医药费 这个 是额外的家里 老实点 别动 再给我拿一百万 我就放一幕 那我要是不给呢 你要是不给 你要不给 人就没 那人都没了 哎呦 兄弟 你别救我 你别动 好 我这就去吃鸡 别去 我哪儿到这帮我东西得巧 大师兄弟 放心 我怎么不敢碰他 你是谁呀 你想害死我吗 姐别听他的 顺客 没有票子 任何人都不只 踏入这个包厂办不成 找死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人家 赶紧把人放了 想让我换人 把钱拿来再说 你小子有点 我老大可当地一条蛇 他可马上就到了 好 你尽管叫 我就在这儿等你 等你那个口中所谓的老大 哎哥 我在街上就拔了 来了一个毛头小子 打到我们厂 他打到我们的人 他人说怎么样见你 什么 没头到你 但是说什么 就两个人 我告诉你 我只给你十分钟 七号你可以吗 相信我 跟他们能装 行 你别走 谁他们要走 谁他们是孙的 快找死 这轮不到你说话 把你的错误给我背上 你 是谁呀 敢在我四海商会的地界上闹事 大哥大哥 大哥 大哥 就那小子 就那小子 明天有句俗话说得好 宁猜阎王山座庙 不论四海地下王 小子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 我不知道 那你好好告诉告诉我 到什么下场 是你 救命恩人 你的手下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 你的手下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 你觉得合适吗 совет 能 инструмент 找你 我找你 你说 null 自己走就行了 我你就这样陪我出来了 坦安 还要消費 ivel 已經到了 林小姐 謝謝送我回來 快進去吧外面冷 我回來了還嗎 林小姐已經救出來了嗎 救出來了 秦浩對不起我不該不相信你 你跟我道什麼親愛的 也對 像林小姐這種人啊能跟我做朋友 他真是我做的冒情嫌疑 是啊像林小姐這麼優秀的人 是個男人就喜歡是吧 這話沒錯是不少人喜歡的 那你也喜歡唄 我們倆是普通朋友你可別瞎說 我沒瞎說 我說你今天怎麼怪怪的呀 沒什麼 反正你心裡只有林小姐 哪個管我死活呀 知道 吃醋了是吧 我才沒吃醋呢 誰吃醋 哎呀好了 安芒 心裡真的只有你一個人 真的 你心裡真的只有我一個 我秦浩對天發誓 心裡只有你周懷孟五個女人 你這種話不知道 對多少女人說過了吧 我才不信呢 我從小到大 第一次說這麼弱麻的話 那你就不信了嗎 男人的話最不可相信 是真的 相信我 忍不穩 我 了… 都會 吵 吵 我们昨晚 你还害羞呢 明杰是我的女人 我是真正的夫妻 讨厌啊 什么是真正的夫妻 真正的夫妻就是 大江咱们说这些 你害不害臊 韩宝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他没有状态 想的美 你还没跟我求婚的就想领证 好 我前后发誓 这个辈子呢 只对你为了好 前后 爷爷的生日快到了 咱们把项目提前做完了 给他个惊喜呗 没问题 而且新药物已经研制成功了 一定会干什么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什么都能行 那当然了 谁让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你真是什么事 当然要百分之百有心去多 林小姐你也帮过呢 那她也是你的心肝宝贝呗 男人对嘴骗人的鬼 不知道跟多少女人说过这种话 你看你 咱们不都说好了不提林小姐 你又提他 你提他干什么 再说了 我们就是无论朋友 帮他呢就是顺带手的事 那才是真心真意的 有嘴话说有枪话调的 没句真话 我秦浩发誓 这辈子只爱周围梦里根 不信你问他 我才不信 那怎么样 他是不是告诉你 秦浩只爱周围梦里根 没有呀 你再仔细听 他是不是说 秦浩这辈子 只爱你周围梦里根 别闹了 再来快起来去领证吧 爷爷 我们结婚了 以后我会对小孟好 而且也会照顾好周家 好啊 这是给爷爷最好的生日一物啊 爷爷相信 也希望你们相亲相爱 白骨斗 好好地生活 谢谢爷爷 不过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吧 帮我周家几次小忙 就在这说起大话来了 本来就是嘛 你说好的帮我们周家研制新药 新药在哪呢 爷爷 我们新药早就研制好了 这个药叫福寿万全丹 马上就能上市了 你真是不嫌鬼 这是什么鬼东西 该不是从你身上测下来的灰吧 这种东西 给我们家的狗 狗都嫌脏 你拿他来当生日礼物 好了好了 新药的事以后再说 赶紧入座吧 刘志你干什么 周老头子 听说你今天七十大寿 刘家特地来给你喝瘦来了 刘志 今天爷爷七十大寿 你抱股灰喝来什么意思 这里面是我哥 他吃了你们的药就死了 刘志 刘正听过真的是吃了我们的药死了 我们一定会赔偿 赔 我赔 我哥都化成灰了 还有什么好茶的 我看你们就是想抵赖 别以为我们刘家背后没有人了 你今天要不给个说法 就要问帝都的王家答不答应 刘家背后有帝都王家 咱们也不起 怕了 怕了 让周老头子偿命 爸 您还是周氏集团的掌门人了 要是真出什么事 他不一定找您算账了 没错 老东西 你们得要害死我哥 如果不想偿命 就交出周氏集团 然后带周家的人 混出疆城 刘正兴确实被我废了 不过一时半会应该死不了 顶多算活着痛苦点吧 你现在捧着这盒灰 就说是你那个废友哥哥 被人也太儿戏了 你个吃饭 把你坠续 再敢多罪 老子废了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爷爷大叔 我不想这样的晦气 老师像我 解决我 周家真养了你这个喉咙 你们不就仗着林家吗 你们的药害死我哥 就算今天林家来了 也输不过去 你们赶紧交出周氏集团 然后滚出疆城 笑出手 你想吞变周家 你心里的如意算盘 打得好想啊 记好 你的药 到底怎么样 爷爷 我们秦氏的医术 您还不了解 既然你们不交出周氏集团 那就把老东西带走偿命 等一下 怎么 同意交出你们周氏集团了 其实你们周氏集团 我早就查过 你们今年搭上林氏集团 赚了那么一点点小钱 其余时间都在亏钱 老子愿用你们周氏集团 分一条人命 已经是开恩了 你找死 你 又是你个废物 会老子好事 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等着 老子会有王家 你 你给我等着 一度王家确实有实力 这次有他们给留置撑腰 我怕咱们真的有麻烦 别担心 其实我已经调查过 王家的二当家 一直都卧病在床 只要我将其医治 就算王家欠我们一个人情 我听说过王强贵的病 只不过 你真的能治好它吗 我能 齐浩 爷爷相信你 你现在去与王家 让他们见识见识 你们秦家 高少的医术 你是不是 他叫我 你真的 你签好了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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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得罪刘家 就是看不起我王家啊 王兽今天让他有来无回 我们今天是来帮你王家的 哼 你们这群废物也配帮我们王家 你为了你们周家的财产 连你爷爷死活都不顾了 还敢来这赶紧滚 听见了吧赶紧滚 我听说你们王家的二当家 王权贵卧病在床 你能让他醒过来 你们那要吃死人了 还在这里说大话赶紧滚 刘正清那个废物死没死 你还不知道 怎么样王少 敢让我试试吗 没眼配 赶紧滚 刘志啊 我二叔的病啊 我是谁的能性 好 跟我上楼 治好了我王家终于跟我上 王少 怎么敢让那个废物来一声 你懂什么 王权贵这个老东西在床上半死不磨的 我借着他的手 除了这个老东西 到时候这个冤主就废了 我们就都拿到我们想要了 那种手真是狗 死废物 少在那里撞模作样 我看你就是逞强 根本是不好 还是赶紧滚吧 三分钟 三分钟我就能让他醒过来 你也不撒磨尿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阿尔当家的病这么些年了 请了那么多名义都束手无策 你个废物敢说三分钟醒来 牛皮 都要被你吹破了 治不好 可以不治 那没必要在我们王家装这么大吗 怎么样 你敢赌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王少赌 王少让你滚 已经是对你开恩了 不敢就算了 好 你想死我就成全 说吧 做什么 好 如果我治好你们二当家 不管刘正清是死是活 不要再找周家的麻烦 而且 还要封上千万的巷子 当作赔罪 你要是输了呢 我没什么 一条命而已 你这死废物啊 我可不稀罕你的拱命 你要是输了 就赶了你的手 要是成了废人呐 出去腰饭也能多要一点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你不是有林家的人撑腰吗 刚好 林家的人一会会过来看我叔叔 我就当着林家人的面 砍了你的手 让你爬出我们王家 哼 这个废物真是 真以为自己比世界名一利了 我看你是活的不耐闻了 赶紧跪下磕头认错 我们会往开一面 让你滚出去 你在搞叫什么 你输了 我叔叔不仅没有醒 而且没气 我不仅要砍了你的手 还要让你给我叔叔赔命 天昊他真的死了吗 不仅 三分钟还没到 你叫消什么 我看你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就不信你有那么大的本事 活了挺好他真的活了 怎么可能 好了病人需要休息 我说他是个废物吗 怎么这么老游戏给救活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会接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不做二不休 我才能给干掉 记着 以后做人 千万别勾引看人体 怎么样 我们之间的赌约 该兑现了 你算什么东西 别因为只好一个人就可了不起 这还轮不到的时候 把嘴给我闭上 放肆敢在我们王家这么嚣张 你找死 毕竟王家不了不起吗 林小姐 您来了 听说王老爷们生病了 毕竟来看我们王老爷 却没有想到 你们正在欺负我们林家的恩怨 王全贵他还死不了 已经被我抑制好了 一定是你对不对 他只不过是幸运罢了 其实啊 他就是个废物 林小姐 您可千万别被他迷惑了 你迷惑 你觉得我是这么好被骗的吗 王卉 你们王老爷们在第一天 根本就不容易 我今天来也是看在王全贵的人 你胆管给我生气 不敢 不过这个废物在 东方 千万别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啊 我们的舟子 等你个香 你 秦先生说什么照办主事 嗯 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我们谈谈合作的事情 秦号这个死废物 不仅治好那个老东西 还让林家的人来羞辱我 你给我等着 王上我早就说过秦号不是个好东西 现在越来越小 林家不过是看他有利用价值 才对他稍微好一点 我人来收拾他 放心 那个人马上就来 王上 刘少 我 我 我 他 他 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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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他 他 他 你不就是怕周怀夢 這個小賤人不是你這個後媽搶了財產 把這個藥 嚇給那個小賤 他一死 周家的財產就是周大勇的 自然 要殺人 哈哈 怎麼你怕了 別忘了 你跟我們合作 不就是為了得到周氏抵討 好 我這就回去 你等著我的消息吧 真是罪毒富人心啊 為了周家弄點財產 就要殺人了 是 周怀夢的娘們 還沒玩過就死了 真可惜 現在周家和林家一個比喻出氣 只要弄死了周怀夢 還沒玩過就死了 今後這個建築就太廢了 到時候 我們對付林家就容易多了 只要我們王家 在帝都取代了林家的位置 哈哈哈 還在乎什麼周怀夢 是 是 是我哥舉小了 再說 周怀夢那個娘們 也不是我們毒死的 哈哈哈 爺爺 我們剛才遇見林小姐 把新藥的項目定下來了 下次他們會出讓土地 讓我們煎製藥廠 回夢啊 今天是爺爺的生日 咱們好好喝一杯 回夢 起套 你們太厲害了 來 爺爺敬你們一杯 謝謝爺爺 回夢 回夢你怎麼了回夢 回夢 然后我先走了 你怎么回事 坏玛 别沉嘴姐姐 还问她没事 刚才好好的 怎么突然晕倒了 该不是和你试药的时候 吃出了什么毛病吧 胡说 我没有胡说 你看他都没有气了 准备一下后事吧 我看谁敢动怀孟 怀孟她还有救我能救她 你能救她 你当我们都是三岁小孩 他已經灌了氣了 今天是老爺子的生日 留一個屍體在我們家多 匯集 你是想嗑死老爺子嗎 管家管家 快把回夢拖到後院去 別讓他的屍氣惹到老爺子 要是影響到壽命 那就麻煩了你們兩個還是人吧 自己親生女兒病了不送去就醫 居然還嫌他客家 你們良心讓狗吃了 生病 周懷夢已經斷氣了 我看你是想打致他的記號 對他動手動腳了 也對 這懷夢雖然死了 也算是個美人呢 混小的 你敢動懷夢試試 還不可以滾 我說了我能救他就一定能救他 你們現在耽誤他 才是真的害了他的命 都已經熟了 你說 你是不是能夠救他 相信我我一定能救活他 今後 你們親家有恩於我 我一直信任你 懷夢 是我的長相名儒 我把他托付給你 你一定要治好他 老爺 我一定能救他 老爺 不能聽這個混小子的 他就是個色胚子 他說是給懷夢吃病 其實他就是想占懷夢遺體的便宜 老爺 不 閉嘴 死了死了 其好能夠醫治的 其造出神志的 能夠醫治的 懷夢 懷夢 懷夢你醒了 前後 我好看 我中毒了 是他下的藥 你是剛醒 怎麼還在這海水噴人呢你 你不要胡說 你給他吃了什麼米藥 讓他在這兒這麼冤枉我這個當媽的 當媽的 有當媽的給自己閨女下毒的嗎 下藥 你有證據嗎 是我給你下藥 是我喝了你逼過來的酒 才暈倒的 肯定是你往酒裡下的 酒 這酒我們大家都喝了 咱們怎麼沒事啊 周老爺 懷夢的杯裡確實有毒 好你個女心子 你竟然敢給家裡人下毒 老爺 你可不能相信他們呢 這平白無故的 怎麼就這麼冤枉我這套媽的呀 你們這麼做 是會見到來逼的 爸你別生氣 懷夢 要醒了就回屋裡去吧 話不能亂說 不能給爺爺添堵 我把屋裡裝了監控 咱們讓廣家掉出來 看了到底誰在騙人 什麼 你什麼時候裝了監控 我怎麼知道 李仙芝 要不是你下的 聽到這話慌是 管家你把視頻掉出來 讓爺爺看看到底誰在騙人 還有 還有你快救救我 救救我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先生 這毒真的是你下的嗎 好臉 賢子 周家怎麼缺了你這麼很毒 哎呦 我作為周家自主 救救我今天晚上蘇星門武 老爺 老爺你相信我 不是我 都是都是他們給我吃了藥 讓我毀逼心教了老爺 承信我 饒了我老爺 你看起來健康的很 你兩個不像中毒的樣子 爸 仙芝對這個家是真心實意啊 他有他自己的苦衷啊 真心實意 真心實意看賣女兒 我被年輕男人欺負了多少次 都不是疑慮你嗎 這不正氣的動 到現在以後的 誰也在在而山的欠救於你 沒想到 是給周家豢養了一條 賤人就咬我的毒蛇 快先知爸生氣的 快解釋啊 你快解釋啊 爸你饒了我吧 爸我自己不敢這麼說的 爸你饒了我吧 都是劉上 王上 都都是他們讓我來害他的 他們說 他們說臭懷懵害事 說要給我們重點好處 我在鬼迷信教了 爸你饒了我吧 饒了我吧 爸我求求你了 饒了我饒了我 饒了我吧 好處就是 你出賣了周家的藥方 你還敢狡辯 林仙芝 剛才懷夢中毒的時候 你一點都不長期 你分明就知道那是毒藥 你今天敢不懷夢 你明天就敢毒周老爺子 滾家 來人 你自毒的女人 拖出去 扔到腳外面 乞丐鍋裡去 就凍死惡心 誰也不是管他 哎 你做的這個事 誰管不了你 至求多福吧 不要管他 脖子 啊老爺 哈哈哈 別說 這下流石家的茶真臭 我都不敢看著滿屋的臟東西 畫上真眼 哈哈哈 二位口氣好大 哎呀 您老爺子 年紀大了 老眼灰花了 看不清楚這滿屋的破爛 不可沒關係啊 我可以親口聽 你們周家有屁快放 別當王少做大生意 大生意 是偷了我們周家的藥方 去做大生意嗎 誰敢在老爺子面前亂說話 讓我揪出來 把他舌頭拔了 不勞你費心 林仙子已被我鑄出家門 現在是連結出逃 要我飯去了 有意思啊 那是你周家的 我沒有什麼關係 林仙子都招認了 是你們騙他偷取藥方 還下毒 要毒死我親孫呢 這個女人 編起胡話來 可真有一套 你們周家 算什麼東西 我偷周家 我可丟不起這個人 就是 你們周家有證據嗎 沒證據就是污蔑 就得坐牢 林仙子已經招認了 你們還在這胡說什麼 哎呀 你和這個女人啊 是一家人 沒準 是你們勾結好了 我煩搖了 你們 哈哈哈哈 周老爺子 要沒有別的事 哼 我們就先告辭了 走 你看新聞 王氏集團新藥上市了 和周家藥方共效一樣 這次被他們提前搶賬了市場 咱們的藥賣不出去怎麼辦 只管他們賣吧 你呀 就把新割肚子裡就行了 我跟你說這兩事呢 你怎麼一點也不著急 實話跟你說吧 他們王家的藥 全是假的 什麼 是假的 真是假的 我呀 一早就猜到了 他一定會跟我們周家作對 所以呢 我給他們的每張藥方裡 都少寫了一味藥 這樣的話 所有的功效都是相反的 只要他們王家敢賣藥 黑得他們連褲衩弄不上 你真是太聰明了 你幹嘛這麼小事 我怕隔槍幽兒 怕什麼 這個話 就是說給賊人聽的 王家藥是敢賣藥 我保證他們一定破產 哎對了 剛才你說什麼 我說啊 你真是太聰明了 王家賣藥賠錢 秦浩這小子真是這麼說的 是啊 在杜家銷子可大聲了 把這款藥給我加上推廣 我打折賣 我非要把這款藥賣到爆火 我要不讓他哭著來求我 我就不姓王 哎 王哥大氣 那還不趕你去 王 王哥 呦 你激動的樣 是不是我的藥賣火了 你來報喜來啊 不 不是啊 你快跑吧 病人鬧上門了 什麼 王世紀他大騙子 快一起喝 吵什麼吵 活啊 把這些鬧事人給我拖大街上打一頓 王菲 這麼多人來找你要我一場 怕是多少保安都不夠用 秦浩 我看你是皮癢呀 來找黨來了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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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咳得不行了 呃 秦三一救救我們吧 交給我吧 感覺怎麼樣 十五萬了 嗓子也不敢 如果是個秦遂一樣 這是藥房 一天三次 半個月後 自然就會痊癒了 秦浩 你在我王家門前耍什麼藥術 保安 晚上把人給我打出去 王菲 我可是在救人 你在賣假藥 你還猖狂什麼 然後 你們偷的藥房根本就是假的 你們王家砸了大價錢 要賣這批藥 我賭你們 三天 大門就會被人屁股 到時候 已經擋著破場了 你小子在那放什麼臭屁 該滾那去滾那去 聽見沒有 立刻給我滾 王菲劉志 你們兩個壞事做盡 還不錯 不出三天 到時候 哭著來求我 沒有用 哎呀 你嚇著我了 還夢 這幾天你給那些病人免費散藥 真的辛苦 肯定是累壞了 腰酸背痛 我給你好好揉一口 你倒是很懂我嘛 我是懂你 就是心疼你 哎 你看新聞 王氏集團因為賣假藥 今日宣布破場了 我一早就跟那個混蛋王妃說過 她就是不聽了 非要這麼幹 或者她咎由自取罢了 由你這個神醫作證啊 病人的病都治好了 周家的新藥也要上市了 一切啊 好像像做夢一樣 還夢 我都是真 都是做夢 而且新藥 公司 就算我給周家的聘用 而且我答應你 一定會給你最傷害的 那以後不要叫我還夢了 你叫還夢叫什麼 叫秦夫人 我沒有請你 王哥 先給我 病人都去周家拿藥了 看來他們給我們是假藥方 秦浩他 他沒騙人 秦浩居然敢整我 現在王家破產 家門都進不去了 那我們後面該怎麼辦 陪他怎么办 去求秦浩 你们可想好了 男的婚女嫁 说话一乱点头可不许反悔呀 想好了 秦浩是我只剩的唯一 你今生了只会嫁给他 是啊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怀梦好的 好 我对周家的家族现在 我宣布 我把怀梦取 老爷 王妃和刘是在门外部里这 怎么都不愿走 王姐和刘姐都特残了 谁给他们的底气 还在这耍后 爷爷您别急 好戏还在后边呢 这两个人坏事做劲 自然会有人好好收拾他 秦浩 秦浩怎么还不出来哪个小子 怕着在屋里玩女人玩生开心呢 就是他玩女人也在出来见我呀秦浩 秦哥 老爷我可是求求你 秦浩 老秦浩 秦浩 秦浩 秦浩老板 你涉嫌下毒换娘要 给我们抖烫吧 我给谁下药了 举报人林先知 我没有 我给谁下药了 我没有 我没有 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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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浩